不好意思啊,我们家三宝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你照顾他 没事没事,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三宝在我家呢,早知道也就告诉你了,不能让你这么担心 是三宝自己到处乱跑,说我们这边不对,不好意思啊,给你们添麻烦了 对不起啊,就算阿姨,三宝不应该不和你们说,就自己跑出去玩,让你们担心了,三宝知道错了 等三宝回家之后,家里面的人看见三宝,都是松了一口气 三宝直接一路小跑过去,对家里面的人都是亲亲和道歉,还保证了自己绝对不会再有下次 娘亲 干什么 娘亲,三宝知道错了,三宝以后再也不会乱跑了,这次是三宝不和,让你们担心了 娘亲,你不要和三宝生气了好不好 三宝已经和外公外婆他们都道过歉了 这次你是自己跑出去玩的,是不是,是从什么地方跑出去的 三宝老老实实的说了,自己是从什么地方出去的 您舒心在心里面记着,之后一定要和秦和子说一声,把家里面检查一番,所有狗洞都得封好 以后真的不乱跑了 三宝立即点点头 那这次原谈你了,不过惩罚你啊,三天不许出去玩了 嗯,你们都不知道,娘亲突然过来,打我的时候可疼了,而且表情特别凶 娘亲居然还有这么凶的时候 啊,真的,娘亲打人的时候可疼了,而且还把隔壁的姨姨吓了,都不敢说话了 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去问隔壁的小话 但是这次,确实是你不对 三宝,你不应该自己一个人跑出去玩的 你说说你,就算是要偷偷跑出去玩,也不能自己一个人跑出去玩啊 都不带着我们,下次不能自己一个人跑出去了,要带着我们知不知道 大宝无语,感觉弟弟和自己说的好像不是一件事情 他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嗯,嗯,好,下次一定带着你们 不过,我要和你们说一件特别特别奇怪的事情 什么奇怪的事情 你们还记得小花家里面养了好多鱼吗 我和你们说,那些小鱼都不太聪明,特别笨 我之前还奇怪,为什么小花家里能抓到那么多鱼呢 原来是因为那些鱼太笨了 怎么就突然说鱼了,你今天和小花一起去和鱼玩了吗 嗯,我今天看着那么多鱼,就和小花说 抓一条上来,那些鱼看着特别好看,所以应该也特别好吃 小花跟我说鱼不好抓,但是我一伸手进去,那些傻乎乎的鱼就都过来了 嗯,它们过来之后,我一伸手就抓住了一条,又漂亮又很肥 要不是因为娘亲在外面喊我,说不定今天晚上我们就有鱼吃了 那也不是你乱跑的理由 嗯,是,我不应该乱跑 三宝,你看什么呢 三宝没有要出去玩哦,娘亲,三宝乖乖在家里 那就好 嗯,娘亲 不过,娘亲,明天三宝就可以出去玩了吧,可以去找隔壁的小花吗 不行 啊,为什么啊,娘亲 明天小花和她娘一起出门,不在家,所以你不能去 好了,别这么委屈的看着我,你们要是明天想出去玩的话,去隔壁玩好了 正好,他们家小孩今天才过来,问你们要不要一起玩呢 嘿,明月姐姐,我们来找你玩了 嘿嘿,走吧,我带你们去看我爹刚给我做的秋千,在后院呢 大宝儿宝,你们也过来 那边不要去哦 家里养的鸡可凶了,尤其是那边那几个大公鸡,要是不小心一点的话,会被啄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明月的话 那些鸡看见他们几个小孩子,突然就躁动起来了 有一只大公鸡,扑扇着翅膀,踩着其他公鸡的头,居然从鸡棚里面直接飞了出来 大公鸡格外的敏捷,他们几个大人到处抓,也没能抓到 众人眼睁睁地看着大公鸡对着明月牵着的三宝冲了过去 秦和子吓得不行,正想过去把三宝给抱起来 就看见大公鸡冲到了三宝的面前 然后直接向后倒了过去,在地上不动了 这是不是就是娘亲说的,碰瓷 嗯,是 他不知道你打算把他吹掉吗,这公鸡怎么也傻乎乎的 不是三宝把鸡撞倒的,我们妹妹都没有碰他 吓坏了吧,没事没事,我们看见了,和三宝没关系,不是你们的错 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大公鸡自己撞过来,感觉好神奇啊 三宝,你真的好厉害 嗯,我也觉得我自己好厉害 啊,娘亲 怎么了 娘亲,我和你说,今天我去明月姐姐家里玩 明月姐姐家里的大公鸡和小花家的小鱼一样,傻乎乎的 怎么闪乎乎的 三宝在那里好好地站着呢,和明月姐姐说话呢 大公鸡突然就跑出来了,而且谁都抓不住他 他左躲一下右躲一下,然后跑到三宝的面前 哦,就这样,一下子就倒下去了,三宝连碰都没有碰他一下 不仅这样呢,那只公鸡在三宝的面前躺了好长时间 一直到人家把他抱回去,他也没动 一回到鸡圈里面,就有火蹦乱跳的,和碰死小小姐之前一模一样的 是吗?那三宝说的,小花家的小鱼是怎么回事啊? 他有一种大胆的想法,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等上次抓鱼的事情也说完了 你舒心的目光看着不远处,人若有所思 嗯,娘亲 没事,娘亲就是觉得三宝真的好厉害 三宝也觉得自己好厉害,比哥哥还厉害 之前一直觉得,三宝和两个哥哥相比,没有什么太出众的地方 没想到,居然厉害在这里 他的女儿,居然也是个小福宝 好了,别玩了,回去啊,洗洗手,吃饭了 你们今天乖乖的,明天娘亲啊,带你们出去玩,怎么样? 四日一早,尼舒心收拾收拾 就和竹子,秦和子,一起带着三个小家伙出门了 县城里面有一家铺子 铺子里是带着几分头巧意味的 只有一个巨大的鱼池,只要可以用捕网将鱼捞进水桶里面 就可以直接将鱼带走 娘亲,我们要玩这个吗? 想让你们试试,想玩吗? 苏大夫,带着孩子过来玩啊 嗯,带他们体验一下 那你们等一等啊,等他们玩完了,你们再来 苏大夫,要是就他们三个玩的话,我多送你几次 成年人都捞不上来的鱼,小孩子怎么可能呢? 这不是白白来送钱的吗? 那谢谢老板了 不枉太脆弱了,所以不能捞大的鱼,也不能捞太活泼的,都会让不枉坏掉的 小娃子还挺聪明 你们一个个来,好不好? 刚开始都是这样的,刚开始都很难成功的,慢慢试试就好了,不用着急 娘亲,让弟弟试试吧 娘亲,我看懂了,要让小鱼靠近鱼池边缘,这样才能成功,不然一下子不枉就破了 嗯,二宝观察的真细致 娘亲,这真的能捞上来吗? 二宝已经很努力了,捞不上来也没关系,让妹妹试试好不好 三宝的心态特别好,相信自己也不一定可以捞上来 就只当成是普通的捞鱼游戏 和大宝二宝想的一样 三宝刚刚开始的时候,也和他们一样,直接失败了 泥书馨像是对待其他的两个孩子一样,默不作声地在旁边看着 心里面却觉得有些奇怪,难道是自己想错了? 之前三宝的两次被小动物碰瓷,真的是巧合吗? 不过,在下一秒,小鱼突然挣扎地用力起来 而是直接纵身一跃,跳进了三宝旁边的小水桶里面 老板,你看,这算数吗? 当然是算数的了 从第一条鱼之后,三宝就一直连续地唠叨小鱼 老板在旁边看着,忍不住想要赶人 但是毕竟是开门做生意的 也不能因为对方成功的次数多,就把人赶走啊 这以后生意还做不做了? 三宝应该就是自己之前看过的那种小说里 年纪轻轻就能吸引小动物的小福宝 三宝,你试试抓那条最大的 三宝已经抓了这么多了,再抓的话就拿不回去了 今天三宝已经很厉害了,我们带着抓上来的这些回家 让外婆给煮鱼汤喝,下次再来试那条大鱼,好不好? 如果妹妹去抓的话,那条大鱼一定也可以抓上来的 娘亲,你为什么不让妹妹抓啊? 作人留一线,肉好相见 老板本就是小本生意,还因为看你们可爱,送了你们几次 既然这样,我们就不能做得太过分,明白吗? 小小姐当时要是继续抓的话,老板可能都要哭了 不会,心心是有分寸的 不过我们三宝呀,真是小福星 小鱼公鸡都主动过来找我们三宝 说不定,咱们三宝真的是天上的哪个小神仙下凡呢 嗯?小福星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三宝特别有福气,走到哪里都有好运气 都能遇见好事,是夸三宝的 那三宝要把福气分给曾外公,曾外婆,还要分给外婆和娘亲 啊?小小姐,我呢我呢? 嗯,也分给竹子阿姨和秦叔叔 嘿嘿嘿,娘亲,三宝想上街玩 你这些都是跟谁学的,不过不能上街哦 娘下午还有别的病人要见 今天曾外公也要写东西,你们不可以去打扰 娘亲,让外婆和曾外婆带我们出去玩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不过要让秦和子叔叔跟你们一起去 而且,不可以让外婆和曾外婆给你们买玩具 答应的话,我就让你们去,怎么样? 嗯,这个不算玩具吧 嗯,应该不算 夫人,老夫人,你二位买吧,小姐不会生气的 三宝,喜欢吗? 嗯,喜欢 三宝,你这个荷包是你外婆给你做的吗? 不是哦,是外婆和曾外婆今天给我买的 好看,特别可爱 这是什么呀? 算盘 算盘 算盘不是那个特别大的吗? 你这个怎么这么小呀? 我惊叹叹的,看着好漂亮哦 是我娘特意给我盯着的 大宝的目光,看看弟弟的算盘 再看看妹妹的荷包 本来高高兴兴的过来邻居家串门 现在却有些闻闻,现在却有些闷闷不乐了 大宝的不开心一直持续到了萧新柔带着他们从邻居家里回来 萧新柔看着还有些担心 让倪淑新问一问 倪淑新问了,也没问出什么来 叮嘱了他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和家里说之后,也就放任他去了 大宝啊,怎么了?今天的功课不是已经做完了吗? 曾外公,你写的书可不可以给我一本呀? 大宝,你要这个干什么呀? 这上面的东西太复杂,你们还看不懂 曾外公,这本书就给我了吗?我可以带走吗? 终于有东西可以带着的大宝也很开心 天天将萧天玉给的书带在自己的身上 诶,你在看什么呀? 我在看曾外公的书 看书,你能看得懂上面的字吗? 我当然可以看懂 真的吗?那这个字念什么? 有人不相信,过来询问 大宝不仅和对方说了这个字念什么 还和对方说了这个字代表什么意思 等发现大宝居然所有都可以回答的时候 这些小朋友又是羡慕又是佩服 都觉得大宝认识这么多字特别厉害 边疆那边的战事已经消停一段时间了 最近都没有爆发出什么太大的战争 县城里面的一切也在逐步恢复 既然都在逐步恢复,那我们这边的美容 要不然推这个促销活动,自己一下消费 嗯,都听小姐你的 苏大夫,你这三个孩子也太可爱了 而且还很有礼貌 我那天来的时候呀,还和我打招呼了呢 看着真是可人 可不是吗?不仅仅懂礼貌 而且长得还漂亮,还聪明 听我们家二柱子说呀 大宝啊,才这么大点,居然就已经开始识字了 这文化人家的孩子呀,果然就是和咱们普通人家里的不一样 你是没看见三宝多可爱 那小姑娘长得才俊呢 我家儿子看见了,就喜欢得不得了 我和你说,那浑小子 之前听说他二姐媒婆上门 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学来的 居然也和我吵,让我上门给三宝提亲 还说要给三宝聘礼 然后呢,选择你是怎么和大侄子说的? 哎呦,还能是怎么说的呀 我让他不要痴心妄想了 才多大一点,就惦记这种事情 哎呦,可不是吗? 我儿子也是,之前见过一次三宝之后 就哭着喊着说,以后要找三宝这样的做娘子 我家三宝才这么想,就被人惦记上了 明月姐姐,我走了,拜拜 外面的天色有些暗 明月揉一揉眼睛 盯着三宝的背影看了好一会儿 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 但她好像看见了什么东西跟着三宝 明月,快回来,要关门了 来了 小姐,你快来看 怎么了 这东西刚刚是跟着小小姐一起进来的 嗯?这是哪里来的?我怎么都没看见她 三宝,你别管她,先回去后院,看看她是不是真的跟着你 结果可好 三宝走了一步,鸡就跟着三宝走一步 一直走到了后院的院子里面 哎呦,咱们三宝呀可厉害了 现在在外面走一走,都有东西跟着回来了 娘亲,既然是自己跟着我们回来的,我们能吃了吗? 可以吧 既然三宝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跟过来的 那说明就是野鸡了,可以吃 正好,今天晚上还缺一个汤 可以抓去炖鸡汤了 好,晚上给你们炖鸡汤喝 你们先去玩一会儿吧,一会儿就开饭了 现在三宝都已经可以给家里打猎了 再这么下去,这医馆呢也不用开了 靠着三宝啊,就能养活我们全家了 确实,我们三宝的确很厉害 嗯,没问题,三宝会好好照顾大家的 正在一家人的晚饭还没吃完的时候 尼淑欣突然听见,医馆那边有敲门的声音 可能有病人,我过去看看,你们先慢慢吃 苏大夫啊,怎么了 苏大夫,三宝回来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一只鸡跟着回来了 苏大夫,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男人回来点树的时候,才发现少了一只 然后又听明月说,她好像见着有一只鸡跟着三宝跑了 所以我这才来问问的 尼淑欣的嘴里还有鸡汤的味道 现在听见这话,只觉得十分尴尬 啊,要是没有的话,你就当我没问过 苏大夫,你可千万别多想,我们没有别的意思 啊,是有一只跟着三宝一起回来来着 不过,我们以为是外面的野鸡,就给吃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你看看这只鸡,你们平时卖多少钱 我把钱给你们 毕竟你们也是小本生意,卖给别人也是卖 你就当是我买了,行吗 实在对不住啊,我们家孩子看着说想喝鸡汤 就直接给杀了吃了,真不知道是你们家的 三宝回来的时候,也没注意到有东西跟着他回来 也不是故意的 不过,三宝是真的好福气,这么招小动物的喜欢 真是个小福宝 嗯,娘亲,对不起啊 怎么了 都是三宝不好,是三宝带回来的,也是三宝要吃的 不知道是明月姐姐家的,让娘亲住钱了 这不是三宝的错 是鸡啊,自己过来碰瓷你的,自己跟你回家的 你也不知道这是明月姐家里的鸡,对不对 娘亲知道,三宝是懂事的好孩子 不过这件事情不是三宝的错,你不用放在心上 而且,三宝,娘和外婆,他们都很喜欢今天晚上的鸡汤 这都是三宝的功劳,要是没有三宝的话,娘也喝不到鸡汤,对不对 三宝这天也和往常一样,自己在院子里面蹲着,看蚂蚁搬家 天色慢慢黑下来,三宝拍拍自己的裙子站起来,想要回去吃饭 一瞬间,却扶置心灵,往后连续退了两步 就在三宝刚刚退后站稳的时候,天上突然有一个黑影掉了下来 砸在地上,激起了一地的灰尘,还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哇,三宝也太厉害了,在家里玩,居然也有东西过来碰瓷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三宝得靠近许多,才能看清这个黑影是个什么东西 让三宝有些意外的是,这次居然是个大叔叔 这么大一个东西,又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应该不用娘亲给钱了吧 你怎么不起来跟我走呀 之前碰瓷的小动物看着它离开了,都会自己站起来然后跟过来的 三宝,怎么了 娘亲,又有东西来碰瓷了 三宝今天都没有出门,这碰瓷还能碰到家里面来吗 是天上飞的东西掉下来了吗,三宝这么厉害啊 天上掉下来的 是什么东西啊 特别大一只,肯定可以吃好几天,这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娘亲肯定不用给钱了 天上掉下来的,还特别大一只,难道是大叶 那,娘亲你看,是不是特别大一只 三宝,这是人,我们不能吃 而且,但是你爹呢 啊,那不能吃,现在是不是就要扔出去了 乖,别闹 你去叫秦叔叔过来 娘亲认识吗 他刚刚好像要和三宝说话的 他认识三宝吗 何止是认识啊 这就是你亲爹 他一定是因为看着三宝太可爱了 所以才想和你说话的 三宝,你去叫秦叔叔过来 说娘亲让他帮忙,快去 他皱着眉头 端详着霍玉婷的脸 有些纳闷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还不偏不倚的落在了家里的院子 小姐,这是 不知道,三宝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你来大把手,把他送到我手术室去 跟娘亲他们说一声 我这边有病人,先不回去了 然后让竹子过来,把血迹处理一下 进了手术室 尼书卿直接将时间暂停了 刚刚在外面的时候 霍玉婷的气息已经很微弱 如果不暂停时间的话 他都怀疑霍玉婷能不能活过他处理伤口 仔细查看之后 尼书欣的后背都跟着有些发凉 幸好他暂停了时间 要不然 就霍玉婷身上的这个伤口 能活到现在都是个奇迹 小姐,我听小小姐说 王爷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他怎么会自己过来呀 尼书欣的手里突然一顿 后背出了一些冷汗 才反映过来 事情不对劲 这件事和家里人说了吗 嗯,还没说呢 只有我和秦和子知道 小小姐也只是说 也只说是天上掉下来个人 不知道是谁 暂时先不要和家里人说 这件事情不大对焦 明天 明天正好是他们过来取蛋白粉的日子 我到时候找人问问是怎么回事 小姐忙了一天了 一会儿呢 我守着王爷 您去休息吧 不用 你回去休息吧 他的情况挺严重的 要是突然发生什么状况 您应付不来 他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 不能这么放在这 和您书欣想的一样 霍玉婷的病情 晚上的时候更严重了 在子时左右开始发烧 霍玉婷的身体 目之可见的发热发烫 看他这副样子 也忍不住叹一口气 这要不是自己的话 霍玉婷可能真的就这么没了 哪怕是尼书欣 一直在给他灌灵泉水 但他喝进去的还是不多 尼书欣熬了一整夜 看他的呼吸平稳 也趴在旁边睡着了 小姐还在里面吗 应该睡着了 好一会儿都没有动静了 那你也去休息吧 接下来我守着就行了 不过小姐对王爷是真的很上心啊 竹子醒到 那能不上心吗 那是三个小家伙的亲爹 君仪那边的人来了吗 嗯 还没来呢 看这个势头应该得下午了 小姐 王爷没事吧 在我手里 就算是阎王爷来了 也抢不走人 现在活得还行 你看着点 别让那三个小家伙跑进去了 再吓到 竹子答应一声 说自己在这里照顾 催着倪淑欣先去把午饭吃了 倪淑欣才刚刚吃过午饭 就听秦和子说 军营里面的人过来了 他看着对方的神色如常 心里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正常来说 如果霍玉婷突然受伤 或者突然失踪的话 军营里面不应该会这么镇定才对 李副将 你们那边最近如何呢 嗯 边疆最近的情况特别稳定 敌军吃了之前的败账 现在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那军营呢 军营里一些正常 没有在出现之前的情况 那两位王爷都还好吧 四王爷有认真吃我给的药膳吗 身体恢复的如何 他虽然是想要问霍玉婷 但不能问得太直接 只能拐弯抹角的 问和霍成锋有关系的事情 不想 听见霓书欣的这个问法 李副将的脸色却稍稍变了一些 他看左右无人 才拉着霓书欣来到角落里面 低声开口 瑞秦王特意让我来转告苏大夫你一声 让你自己也小心一点呢 让我小心 为什么 你们军营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吗 苏大夫 这件事可不能和别人说啊 是这样的 昨天晚上我们军营里遇见了嫡系 不是敌军 不知道是什么人 奔着龚秦王去的 暗杀 那现在龚秦王呢 王爷毫怕无损 在军营里呢 王爷是什么人呢 哪有那么容易被人暗杀呀 瑞秦王可能是觉得 您这边也有可能遇见危险 所以才让我盯住您一句的 龚秦王安然无恙 是啊 苏大夫 怎么了 我就是觉得王爷太厉害了 人家暗杀居然还能安然无恙 管是被老天爷保佑的 是啊 我们也觉得王爷被保佑了 军营里面的霍玉婷安然无恙 那自己昨天救下来的人是什么人呢 居然和霍玉婷长得一模一样 到底是自己这里这个是假的 还是军营里那个是假的 尼书欣让竹子先看着医馆的大厅 就回了手术室里 想看看自己这边的霍玉婷 到底是不是假货 但是尼书欣左看右看 怎么看都觉得 这个男人的脸和霍玉婷一模一样 尼书欣突然想到了什么 眼前一亮 我这也是为了确定你的身份 可没有别的想法 尼书欣还拎起来了霍玉婷的胳膊 查看他左边的上臂 在并不起眼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小智之后 才确定了对方的身份 你醒了 等我给你倒点水喝 你现在这个身体状况不适合走动 先别乱动 你试试看能不能坐起来 喝点水先 你怎么就喝这么一点啊 都喝完 还有一壶 都喝完呢 我也不知道你是从哪来的 你掉在院子里面了 我就给捡回来了 身上的刀伤都已经处理过 暂时没有别的问题 你既然能醒过来 就死不了了 霍玉婷刚刚醒过来没一会儿 现在脑子还不是特别好用 听着尼书欣说完了这些话 反应了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都是什么意思 他知道 又是尼书欣救了自己一命 尼书欣瞪大了眼睛 诧异地看着霍玉婷起唇 明明是在说话 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又说了一句什么 还是没有声音 之前把脉的时候还没有发现 现在才发现 居然声带也出现了问题 到底是什么人 对霍玉婷下手的了 居然做得这么绝 你暂时可能发不出声音了 声带受到了损伤 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我去给你拿东西过来 你放心 这里很安全 在我回来之前 把那壶水喝完 多喝水 对你的身体恢复有好处 你想说什么 可以直接写出来 谢谢 你能不能告诉我 发生什么了 今天下午的时候 你们军营的士兵来过一次 来的是之前那个李副将 我问了一下李副将 军营里面发生了什么 但是他说什么都没有发生 而且也说你还在军营里面 安然无恙 李副将说 昨天晚上你遇见了暗杀 但是没有受伤 我看他们的样子 好像并不知道你受伤在这里 还觉得你在军营里 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会自己一个人 跑到这里来 是有人追杀你吗 在军营里面的 现在是谁 但是听见倪淑欣这么问 就慢吞吞的抬头 看着倪淑欣 然后再低头 一个字一个字的 写着给倪淑欣的回复 要不然这样吧 我猜一猜 我猜对的 你就不用写了 行不行 嗯 现在在军营里面的那个人 是易容成了你的样子 混弄军营里的人吧 是这个人暗杀你 后继追杀你的吗 是他刺杀 士兵追杀 算了 你还是写吧 我猜不出来了 倪淑欣耐心的等着霍玉婷写完 又给他准备了一壶灵泉水 这个东西对你身体有好处 别人要我都不愿意给呢 你喝了这个之后 对你身体的恢复有很大的益处 多喝点 我又不会下毒害你 你先不要想这么多 先在这里好好休息 你在这里的事情 我想想办法 看看怎么能带个信给四王爷 现在既然有人顶替你的身份 在军营里那八成会对这种事情也有所防备 霍玉婷却摇摇头 什么意思 四哥说过几日回来你这边 继续做个美容 我明白了 那我就不冒险给四王爷送信 等他自己过来的时候再安排你们见面 多谢 你不用每次都谢我 不然你不用写别的东西了 只要谢这两个字就行了 你先休息 我去看看给你准备点什么药膳 好了 我知道你谢谢我 你要是真的感谢我 不如搞点实际的 当你痊愈走了的时候 多给我点钱 我就当你是谢我了 小姐 里面那个是真的王爷吗 是真的 军营里的是假的 小姐 既然咱们屋子里这个是真的 那军营里面那个假的 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得想个办法 拆穿它呀 之后再说吧 珠子 你按照这个方子 去买点东西回来 我去和外公他们说一声 小姐 你是打算和相爷他们说吗 她的病情很严重 可能要在这边住一段时间 两边不可能不见面的 还是说一声的好 娘亲和赠外婆 赠外公有话要说 你们先出去找秦叔叔 陪妹妹玩一会儿 昨天晚上 三宝说从天上掉下来的 那个人是公亲王 他受了重伤 而且还被人下了毒 那公亲王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了 不过被人下毒 现在不能说话 一身的重伤 也需要养一段时间 欣欣 那他发现你没有 要不然 你给他留下治病的方子 我们换个县城生活吧 要是让他知道你的身份的话 对你不好 毕竟他根本不知道 大宝他们是他的孩子 就算和他说了 万一他不信就糟了 娘 这个您不用担心 他早就知道了我的身份 上次他们夜里过来 让我看诊的时候 就已经看见我了 也知道我是谁 我后来也问过他 他之前就已经知道 我们还活着 哎呀 让他知道了 没关系嘛 之前还来过那么多的太医 这件事情会不会 没事的 太医都不知道 让他知道也没问题 不仅仅是他 霍成风也知道了 不过 他们都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所以 现在不用担心身份暴露 你们可以放心 公亲王和那狗皇帝不一样 他为人磊落 应该不会随意多话的 况且 我们欣欣也算是他的救命恩人了 他不会做出这种 忘恩负义的事情 不过 有件事情 我想和你们说一下 竹子和琴盒子 我已经叮嘱过了 我暂时不想让他知道 三胞胎是他的孩子 这件事情很复杂 原因我暂时就不解释了 欣欣 那公亲王那边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刚刚问了他 现在在军营里面的 那个冒牌货是昨天半夜突然出现的人 人神不知鬼不觉的出现在了他的营帐里面 而且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易容成了他的样子 按照他的说法 对方出现的时候是午夜子时末 军营里面只有寻常的人在 没有闹出太大的动静 对方武艺高超 他一时之间被偷袭 也没能立刻将对方制服 那也不应该会这么狼狈才对啊 公亲王武艺高强 先皇在世时就曾夸奖过他是个习武奇才 就算是一时不备 不能制服对方 也应该可以叫来外面的卫兵 一起处理掉才对啊 他说他在醒过来的时候 就发现身上没有多少力气 好像是被对方提前下毒了 这种毒虽然不是直接要命 但是影响不小 我猜测敌人早就猜到不敌他 所以事先给他下了药 不是剧毒 只是一般蒙汉药迷药之类 那现在呢 毒解了吗 萧天宇对霍玉婷的担心 更多的都是因为霍玉婷 是三个小家伙的父亲 算是解开了 不过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我看他的意思是 对方的第一刀 就是奔着他的脸来 他的脸上带着伤口 满脸都是血迹 所以看不清容貌 而且因为下毒的缘故 又发不出声音 不能出声 看不清容貌 所以那个冒牌货 就这么顶替了他的身份 他喊不出声音 那个冒牌货 就喊话说嫡媳 军队里面的士兵 都把他当成敌人 他没办法 就只能逃出来了 无论如何 那些军营里面的 都是他的手下 都是在他身边 一起抵御外敌的士兵 所以霍玉婷 才没有下杀手 离开军营之后 是另外一伙人 一直在追杀 霍玉婷解决掉 那些人之后 自己也没有力气了 他是怎么过来的 他自己好像也没有记忆 应该是凭着本能 找过来的 他的日子也过得不容易啊 不过这个冒牌 货在军营里面 到底是想要做什么 现在公亲王 已经这样了 下一个会不会 对瑞亲王下手啊 这个我也不清楚 而且 现在消息也送不进去 今天军营里面的士兵 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问过了 他们军营里面 什么事情都没有 还因为担心我 细作进去 所以现在不让任何人 进军营 如果给霍城风送信的话 一定会被拦下来的 不过霍玉婷 已经和我说了 过几天霍城风会过来 到时候解释一下就可以了 毛排霍 应该不知道我的身份 所以暂时不用担心 小姐 你为什么不打算 让公亲王知道 咱们家小小姐 和小少爷是他的孩子呀 要是知道的话 一定可以被保护得更好吧 他们很想念自己的父亲 也觉得自己的父亲 是个做大事的人 所以暂时不能说 霍玉婷 要是能把上面的 那个霍城蓝 给扒拉下来 我可以告诉他们 他们父亲 是个很厉害的大英雄 但是 如果不行的话 如果霍玉婷做不到 甚至是被霍城蓝 除掉的话 那为什么要告诉 三个小家伙 没有希望 才不会有那么大的失望 药山已经在准备了 你等一等 昨天昏迷之前 我看见了一个小姑娘 是你女儿 是我女儿 三宝 你见过的那个小姑娘 现在长大了不少吧 就是她发现你了 然后让我过去看看她 别惦记我女儿 昨天没吓到她吗 她应不应该告诉霍玉婷 三宝不仅仅 一点都没害怕 刚开始的想法 还是惦记着把她吃了 你放心好了 三宝没吓到 你在这慢慢养伤 以后应该有机会 可以和三宝见面 不过 我得给你找个面具戴着 你现在这样 确实容易吓到小孩子 而且 要是被人发现 你在我这里 也挺麻烦的 霓书星还有个私心 她还是希望 三个小家伙 看见自己亲爹的时候 是看见那张 人神共愤的帅脸 而不是现在这样 带着疤痕的脸 唉 你暂时就安心 在这里养伤吧 一会儿我让琴盒子 带你去客房 不能站着我手术室 接下来的三天里 霓书星每天都给霍玉婷 换药 处理伤口 还给她做了 有利于恢复的药膳 灵泉水更是天天 盯着霍玉婷喝 来加快霍玉婷的恢复 这日上午 霓书星正在医馆里面 想着下午要给霍玉婷 做什么药膳 就听见了门口传来的马蹄声 还不止一匹马 霓书星的眼神一亮 曹大夫 你如今这生意 怎么这么萧条 还养得起孩子吗 最近边疆也没有打仗了 是什么影响到你生意了吗 霓书星直接让秦和子关门 上前一步 拉着霍乘峰的手腕 就往后院走 本王就是来做个美容而已 你不用那么激动了 怎么 一段时间不见 你对本王的思念之情 难以自意了 霓书星的脚步 亮强了一下 克制住自己想把这个 不正经的扔出去的冲动 漠不作声的 拉着霍乘峰走 不是 你等会儿 你要带本王去哪儿啊 哎呀 我虽然也知道我容貌出众 很多人都喜欢 但是我也无法接受 您的好意啊 我和你只能是现在这种关系 你最好不要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 没有结果的 你脑子里都在想什么东西啊 不成风的脑子里面有一点正经是吗 我说的不对吗 你要是对我没有非分之想 你拉我来这儿干什么 嗯 这品位不错 但是 这也不能成为你带我来后院的理由啊 我是不会屈服你的 霓书星深吸一口气 努力说服自己正是要紧 才没有在这里 让霍乘峰感受一下人间疾苦 要说霍玉亭当上这个王爷 是靠文武双全和脑子 那霍乘峰 绝对就只是单纯的因为 他是先帝的儿子 这样的 要是没有霍玉亭 怕是已经死了八百次了 我是没有给人养儿子的爱好 也不想给霍乘来那个孙子结盘 更不想洗当地 不过满 你要是实在养不起了 可以把那三个孩子过忌给我 或者 给我当干儿子干女儿也可以的 我不会亏待他们的 你再多说一句 我可能就要揍你了 你不想你这张脸挂彩的话 现在就一句话都别说 赶紧给我进去 老七 霍玉亭汗手 不是 怎么回事啊 我从军营出来的时候 你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一会就遇见嫡媳了 不对啊 你怎么能来得比我快啊 这么短的时间内 比他先到这边 还受伤了 而且您书心都给处理好了 怎么短短的时间内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不是 老七你说话呀 谁把你伤成那样的 又是霍成兰的孙子的人 他生在受损 所以现在不能和你说话 也发不出来生意 你冷静一下 他暂时没有性命危险 也不是今天过来的 不是今天过来的 什么在受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受伤了也不和我说一声啊 这几天不见我 就是因为这事 所以一直瞒着我的 你别那么着急 让他慢慢给你解释 事情的经过 这事啊 说来尝着呢 我让你过来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什么干儿子干女儿 乱七八糟的 也不知道脑子里 想什么呢 能不能帮我解释 那我给你说 事情的经过好了 要是有什么 我说的不对的地方 他就摇头 让他再跟你说细节 霍成风坐在旁边 听着您书心 说完了事情的经过 脸色都跟着沉了下来 霍玉婷居然在他的眼皮底下 被人掉包了 他都没有发现 没给你送消息 主要是觉得冒牌货 在军营里 可能会把消息拦截下来 要是他知道霍玉婷没死 在这里的话 可能会有更多的麻烦 刚刚直接拉你过来 也是担心人多耳朵 我就说 为什么这段时间 我一直觉得 军营里面那个老七 奇怪得很 我去找了几次 结果每次都有理由 不愿意见我 后来我去得勤了 还说什么 因为那天晚上的暗杀 所以身体不适不想见人 我还纳闷呢 怎么老七突然跟我闹别扭啊 一直躲着我 何着是假货 怕我发现啊 居然站着你的身份 搞这种事 不可饶恕 你还不如感谢一下老天爷保佑呢 要是冒牌霍 想要处理你的话 这三天的时间呢 供你死好几次了 你能活着见到他 都是你命大 要说冒牌霍成风 想暗杀霍玉婷 这事不太容易 但是冒牌霍玉婷 想要暗杀霍成风 那简直是易如反掌 霍成风无语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让我想想 锐亲王霍成风的一条命 值多少钱呢 他从空间里面出去 解除了时间静止 你是不是 有什么解决方法呀 咱们都这个交情了 就别藏着叶子了 快说吧 也不算是解决办法 回到军营之后 我们不可能跟着你 肯定还是要你自己小心 增加警备的 这些道理我都明白 你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呀 你就别卖关子了 我又不是不给钱 哦 这次不记在他的账上了 霍玉婷在一旁挑眉 他突然觉得 这两个人现在的表情 看着特别有夫妻相 一模一样的招人恨 我上次美容不也是自己出的钱吗 狗大夫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呀 我堂堂一个王爷 还能欠了你的钱不成啊 红色的呢 是救命的丹药 哪怕是受了重伤 只要你有口气 就能救回来 蓝色的可解百毒 剧毒算不见得可以完全解除 但哪怕是见血风猴的毒药 你吃了之后 也能够你爬到我这里了 只要我来了你这里 是不是就不会有生命危险了 差不多吧 生命危险是不至于有 但是缺个胳膊 但是缺个胳膊断条腿什么的 那就说不定了 就算是这样 那也够神奇的 咱们堂堂锐亲王的两条命 值多少钱呢 你这是敲诈吗 你可以不要 要不然呢 还是谋反吧 把货城栏给扯下来 要不然呢 我连我自己的命都要买不起了 小蝴蝶 哎 银在三宝的手上了 就和 行啊 这么长时间没见 居然都长这么大了 那会儿我还得抱着喂奶呢 现在居然都满地跑了 时间过得还真快啊 你想干什么 我还能干什么 就打个招呼 那好歹也是我大侄子 我打个招呼不过分吗 之前我还给他们包过红包呢 我是看不上霍城兰那个孙子 但是 不会迁怒给他们几个的 你别过去 我没跟他们说过 他们父亲是什么人 只说在很远的地方 暂时不能回来 我暂时还不想让他们知道 他们的父亲是谁 你要是过去了 他们会觉得好奇 会继续追问的 小孩子很固执 不问出来结果 是不会放弃的 你还不如直接跟他们说 他们的爹 因为坏事做太多了 都报应被雷劈了呢 我在你心里 就那么容易被人暗算啊 是挺容易的 我要是霍城兰 肯定第一个解决你 省得后续麻烦 凭什么 四王爷 您身上的毒 现在完全解了吗 好像还没有吧 和您一起的七王爷 就没有中毒 您不应该反思一下吗 他好气 但是尼书欣说的一点没错 他没办法反驳 霍玉婷曲起手指 抵在唇边 藏住了自己的笑意 有尼书欣在 好像就会很热闹 说那些过去的事都没有用 还不如好好想想 这次的事是谁做的 我估计 我估计 又是霍城兰那孙子搞的事 这个问题还需要讨论吗 有财力 物力做到这一点的 也就只有霍城兰了吧 我早就和你们说过了 霍城兰不会善罢甘休的 要是知道 霍玉婷没死 说不定派来的人 还会摸到这里来 把你们除掉 他们也想过 霍城兰会做这种事情 但谁都没想到 他会不识大体道 在这种时候动手 外面的敌军还在虎视眈眈 霍城兰却对 义军主帅下了杀手 尼书欣 老七的这一身伤 要多长时间才能好啊 大概要一个月的时间 才能好全败 声带不确定 什么时候可以恢复 不过 这次受伤失血过多 伤了元气 想恢复成以往的样子 还是要休息一段时间的 你们慢慢叙旧 我去看看中午吃什么 四王爷 中午在这里 一起用个便饭吗 也不是不行 你们中午吃什么 说来让我听听 四王爷 除了药膳 你还想吃什么 是不想活了 那就麻烦你了啊 老七 这段时间 你就先别回军营了 要不然那孙子 指不定还会对你做什么呢 你现在这一身伤 也不好行动 我不能留在这边 今天晚上就得回去 要不然那孙子发现了 肯定也会有动作 现在我们呢 就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你好好在这养伤 有什么事 等你伤好了再说 你 他都已经中招了 让霍成风自己回去 也难怪霍玉婷不放心 你不用担心我 他暂时应该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我毕竟也是一军统帅 想除掉我也没那么容易 我回去增强一下护卫就行了 不管怎么样 我也是你皇兄 没有那么容易被霍成蓝给除掉的 你现在呢 养伤是最重要的事 等我回去收拾收拾 军营里面乱七八糟的事 争取在你回去之前解决 你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 你就不能让我摆一摆兄长的架子吗 你摆架子的代价可能是丧命 霍成蓝之所以还没有对你动手 应该是觉得 先除掉霍玉婷之后 再解决你 就来得及 你的清闲日子过不了多久 他被解决的消息送到金城 霍成蓝就会除掉你 既然可以找到人顶劈他 自然也会有人顶劈你 霍成蓝那么忌惮你们 不可能除掉霍玉婷 却留着你的性命 以你的性格啊 出事就是迟早的事情 霍玉婷却从霓卿的话里面 听出来了什么 你有办法 霍淑欣对霍玉婷的上道很满意 他对着霍玉婷微微一笑 直接暂停时间 霍淑欣在空间里面 坐着自己之前就已经想好的两种丹药 如果事情到了这一步 这两个人还没有谋反的打算 如果这两个人真的这么不争气的话 那他只能带着孩子离开这两个人 免得惹火上身 老妻你过来看看 你看看那个小家伙 长得是不是挺像霍成蓝的 不过 我觉得比霍成蓝好看点 这是哥哥还是弟弟啊 这是二宝 弟弟啊 弟弟长这么好看 那哥哥呢 怎么正好被挡住了看不见呢 若说大宝长得和霍玉婷小时候几乎一模一样 不行 绝对不能让他们看见大宝 大宝二宝三宝快吃饭了 你们是不是要去帮曾外婆拿东西啊 大宝是从树后面走的 哪怕是霍成蜂努力的想要看清 也只勉强看清楚了一个侧脸 不过就这一个侧脸就足够让霍成蜂惊讶了 你最近见没见过霍成蜂家的老大呀 我怎么觉得老大长得和你有点像呢 尤其是这个侧脸 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我和霍成蓝也像 二宝长得和你也很像 我说二宝比霍成蓝好看 你说二宝像我 那是不是就说明我比霍成蓝好看啊 我一直都这么觉得霍成蓝就是不承认 霍成蓝就是不承认 霍成蜂无语 他现在真的怀疑霍成蜂在军营那个冒牌货的手下能活多久 你们当着孩子母亲的面 不说孩子像我 又是像这个又是像那个的 你礼貌吧你 像你像你都特别像你 就是因为像你所以才长得这么好看的 该干嘛干嘛去 正事也说完了 你还在这里干什么 我和老七说几句话 你怎么这么着急赶我走啊 病人需要好好休息 但是时间已经到了 你要是还想来聊天 明天请早 行行行行 我走我走啊 唉 老七你好好养上啊 军营那边不用担心 那边有我呢 你这里 有没有什么可以去除巴寒的项目啊 要是有的话 你之后给老七做一点 钱 算我账上 有是有 不过价格可不便宜 再说了 霍鱼挺脸上的疤痕之后长好了 也不影响别的 最多难看了点 上阵杀敌 说不定还能吓不吓唬敌人呢 那怎么行啊 老七还没娶媳妇呢 顶着这么一张脸 要是以后娶不到媳妇怎么办 我相信你啊 就交给你了 暗算老七的人万一不死心 可能还会回来 你们千万要小心一点 老七能不出来 你就别让他露面了 不然你们也危险 我实在是不方便留在这边 这样吧 我把我的侍卫给你留下 你就像是在军营里一样 使唤着用就行了 这些人都是我的亲卫 你不用担心会不会背叛 你住心 老七就交给你了 你放心好了 你下次再来 我还你一个活蹦乱跳的弟弟 四哥吵闹 给你添麻烦了 四王爷是吵了点 不过我也是担心你 他留下几个侍卫 让照顾你 保护你 一会儿你自己决定 要不要见一面 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了 现在把衣服脱了 给你换药 又不是十五六岁的矛头小子了 这会儿脑子里面 想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按照关系算 一出心应该还算是自己的黄嫂 对方在给我疗伤 我在想什么东西啊 好了 伤口先这么晾一会儿 你不要碰我去和厨房说一声 晚上给你换点东西吃 免得天天吃一样的药膳 再吃腻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日 霍玉婷身上的伤口都在渐渐痊愈 恢复的还算不错 不过 如今恢复的已经很快了 多谢 那肯定恢复的快 也不看看我给你用的都是什么药 从今天开始 你没事的时候就出去走走 晒晒太阳吧 把脸晒的均匀一些 脸能早点好 我今天上午要去医馆 有什么事情 你让那些人过去找我 哦对了 晒午的时候不要出去 会晒伤 要出去就吃过饭出去晒一会儿就行 他刚刚走到树旁边 就顿住了脚步 今天霓玉婷让他出来晒太阳 他就没有带面具出来 但是 也没想到 居然会在这个时候碰见三宝 漂亮叔叔 你也是出来玩的吗 你不怕我 不怕呀 而这个叔叔长得和哥哥有点像 哥哥那么好看 这个叔叔自然也好看 你在做什么 那 鼠蚂蚁 哥哥有问题要问曾外公 三宝背书背完了 曾外公就让三宝出来玩了 我可不是偷偷跑出来玩的哟 哎呀 怎么了 漂亮叔叔 我忘了告诉你我是谁了 我叫三宝 是妹妹 漂亮叔叔 我看你长得好看 所以才偷偷告诉你的 你不要告诉别人哦 好 三宝其实是个小福宝哦 怎么说 三宝很满意霍玉婷的朋友开始跟霍玉婷炫耀 三宝确实很厉害 嘿嘿 三宝也觉得自己很厉害 三宝还有两个哥哥 我们是三宝太偶 漂亮叔叔 你还没见过他们吧 大宝是最大的哥哥 曾外公都夸他聪明 和三宝一样大就认识好多次了 而且书里面那些东西 三宝都看不懂 大宝都能看懂 可厉害了 二宝是二哥 虽然背书没有三宝和哥哥那么聪明 但是算数可厉害了 上次他还帮娘亲算账的 对了对了 三宝也会用算盘哦 娘亲都已给我们订做了超级小的算盘 二宝天天都背在身上 霍承兰明明天资平平 在兄弟之间也不过是普通人罢了 怎么会有这么聪明伶俐的三个孩子 不过 老大和老二倒是有些像他小时候 过目不忘 对数字格外敏感 是是是 你看 这是外婆和曾外婆给三宝买的 不只是二宝有东西带着 三宝也有哦 是不是很好看 是很好看 不过你们两个都有 大宝没有吗 大宝平时都带着曾外公写的书 上面的字他都认识 那天和小花他们一起玩 小花还让他教他们认字呢 你曾外公写的书 他看得懂 嗯 三宝也不知道能不能看懂 不过不懂的地方 他会去问曾外公的 我曾外公可厉害了 什么都会 会认字还会做文章 是很厉害 漂亮 叔叔 三宝喜欢你 叔叔也很喜欢你 嗯 叔叔 你是不是比情和子叔叔大呀 那你比情和子叔叔有力气吗 那叔叔 你能不能抱一抱三宝呀 就一下 就一下下就好了 好不好呀 面对这样的脸和表情 霍玉婷一瞬间觉得 别说是抱一下了 这要是他闺女 要他的命 他可能都会点头 把他宠上天 啊 我也想骑高高 隔壁的小花还有明月姐姐都有人让他们骑高高的 就一会儿就好了 叔叔好不好呀 家里人都不行 我看隔壁的小花和明月姐姐都是骑在爹爹身上的 所以三宝就想应该只有我是男人让小朋友骑高高 好 那你过来 叔叔让你骑高高 你小心一点啊 好 谢谢漂亮 叔叔 哇 好高啊 你要坐稳 小心点 叔叔 三宝想去那边 好 侍卫一个个看傻了眼 竹子从旁边的长廊经过 本来没打算往这边来的 一看侍卫们都呆呆的站在原地 目光诧异的看着院子里 也觉得有些好奇 多走了两步过来 想要看看是怎么回事 竹子 你看你看 三宝长高了 三宝好高好高呀 哎呦 我的小祖宗啊 哎 我 我 我 一声王爷还没喊出口 霍玉婷便幅度很轻地摇摇头 示意她不用多话 竹子的表情还是很惊恐 她甚至忘了要给倪淑欣送药 在这里眼睁睁地看着着妇女情深的一幕 怎么了 你怎么回来拿个药 拿了这么长时间啊 明明在其他人家的妇女身上 这件事情看起来十分自然 但是为什么这对妇女做起来 她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毛骨悚然呢 霍玉婷是发现了什么 还是 三宝下来 娘亲 三宝还想起高高吗 再起一会儿好不好吗 叔叔的伤还没完全好呢 三宝听话 下来 那叔叔 你快放我下来吧 霍玉婷看倪淑欣皱着眉头 好像不太高兴 他一想也是 不管怎么说 三宝毕竟是个女孩子 自己这么做 有些语举了 叔叔 对不起 三宝不知道你受伤还没有好 你痛不痛啊 没关系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不痛啊 啊 呼呼 叔叔 吹吹就不疼了 对不起 三宝不应该任性的 叔叔 你让娘亲给你看病 很快就会好了 好 好了 娘亲知道三宝不是故意的 这个叔叔 娘亲会照顾的 三宝先去找哥哥们玩 好不好 不是他闹我 是我要带他玩 这件事不怪他 我的伤已经没事了 不影响 你现在觉得没事了 是因为在吃药 是因为我一天两次的给你换药 你自己受伤多重 心里没数吗 现在是看起来长好了 我和你说吧 有的伤到肌肉了 还要养一段时间 不能随便乱动 三宝年纪小 你这么大人 也跟着三宝胡闹啊 我是让你出来晒太阳 但是我也说了吧 晒午的时候不行 容易晒伤 你能不能遵医嘱 还想不想赶紧回去了 抱歉 怪我 你先回房间休息吧 我晚点过去给你换药 今天上午的事情 抱歉 嗯 三宝说 看别人被父亲举高高 自己也想试一试 我就 抱歉 给你添麻烦了 你的身份不是寻常人 自己多注意一点 四王爷还在军营里面 等着你呢 别因为这种事情 牵扯伤处 再加重了 哦对了 我一会儿给你这几处 还没好的伤 换一下防水的绷带 然后 你就可以去沐浴了 好 虽然能沐浴 但是也尽量快一点 不要沾水时间太长 沐浴之后 绷带也擦干净 我明天再来换 而这个时候 三宝正在和大宝和二宝 显摆今天发生的事情 那个时候 你们都在背书 也不出来和三宝玩 我也想去高高 不行 这件事情绝对不可以 也不可以去和叔叔撒娇 知道吗 叔叔是病人 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 不能陪你们玩 三宝 今天娘亲是不是已经说过了 嗯 以后三宝 不会让叔叔跟三宝 玩齐高高了 娘亲 爹爹什么时候回来呀 嗯 叔叔生病了 不能和我们一起玩 那等爹爹回来 就可以陪我们玩 齐高高的游戏了吧 妹妹都玩过 我也想 娘亲 别人家的小朋友 他们都玩齐高高的 还被带去逛面混了 小花明月姐姐 不禁铺子的小宁吉祥 就连 就连对面的猪二狗 都玩过齐高高 娘亲 爹爹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也想玩 娘亲娘亲 三宝也还想再玩 快了 你们爹爹很快就回来了 再等等 你们再等等 爹爹就能带你们齐高高 带你们去庙会了 娘亲保证 你们先在屋里面玩一会儿 娘亲去洗个澡 回来给你们讲睡前故事 好 太好了 等爹爹回来了 就可以天天齐高高了 说不定 我们爹爹再也回不来了 哥哥 为什么说爹爹回不来了呀 娘亲不是说了吗 再等一等 爹爹很快就会回来的 娘亲不会骗我们的 娘亲说不定 只是在哄我们 我们的爹爹可能已经不在了 你之前不是听明月姐姐说过吗 明月姐姐的爷爷去世的时候 他的家里人就骗他 说爷爷去了很远的地方 要很长时间才会回来 这种话都是骗小孩的 其实明月姐姐的爷爷已经去世了 怎么可能 爹爹一定会回来的 娘亲是不会骗我们的 三宝 你仔细想想 你在家里看见过爹爹的东西吗 没有吧 家里的房间只有我们一天 曾外公曾外婆一天 外婆一天 竹子阿姨和娘亲一天 秦叔叔一天 还有一间客房 哪有爹爹的房间 爹爹不应该和娘亲住在一起吗 不 娘亲的房间床就这么大一点 哪里睡得下两个人 而且竹子阿姨现在和娘亲睡在一起 哪里有爹爹睡觉的地方 而且外婆他们从来都不会提起爹爹的 哪怕是爹爹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我们的爷爷奶奶呢 为什么我们连爷爷奶奶都没有 可是 爹爹一定是已经不在了 你看我们都这么大了 也没有见过爹爹 爹爹去了多远的地方 能这么长时间都不回来 哪怕是人在外面也应该写信回来吧 但是你什么时候看见过娘亲接到信 过年的时候爹爹也没有回来 过什么节的时候爹爹都没有回来 唉 我们的爹爹呀 肯定不是去了很远的地方 是已经去世了 只是娘亲怕我们伤心 所以才一直没有告诉我们而已 那我们岂不是没有爹爹 以后也不能玩起高高啊 隔壁不远处的客房 霍玉婷接连打了几个喷嚏 她的体质向来很好 不应该会感冒才对 今天是怎么了 是谁在念叨她 以后就不要在娘亲的面前提起爹爹了 爹爹没了 最伤心的一定是娘亲 我们要一直跟娘亲提的话 就是在伤口上撒盐 娘亲还要哄我呢 刚刚我就觉得娘亲的表情很不对劲 好像要哭出来一样 都是我们太不懂事了 娘亲现在一定很伤心 娘亲说着去洗澡 说不定现在在外面哭呢 一会儿娘亲回来 我们一定要乖乖的 不能再让娘亲伤心了 两个小家伙纷纷点头 而此刻被惦记的霓苏欣 却并不知道三个小家伙的良苦用心 也不知道 霍玉婷就这么在他们的讨论里面没了